在還沒受洗之前也是想說 打發時間然後每天都外出 那也沒有說很有固定的生活 什麼興趣之類 後來就去參加很多宗教信仰 只是求一個心靈平安 廟啊什麼都去 到後面又去參加 就是禪定 那也覺得跟先生的關係越來越嚴重 也並沒有因此而改善 因為工作的關係 到淡水一間音樂教室 很巧妙的是 那個院長他剛好就是基督徒 那他都知道我很喜歡聽詩歌 那有一天就要談教會的事 那他就帶領我到冰涼堂這邊 然後參加教會的主日 從那一次開始就覺得 主日還滿我心滿平靜的 那後來他又引我到小組姐妹這邊 要到受洗那一次就是因為有參加G1營 那孤兒嶺那一面感動了我 原來我內心這麼懼怕很多不安 是來自於家庭的關係 對很渴望從小就是家裡 家庭很多家人就生病的關係 然後一個一個離世 那我對人生的那個生命 覺得滿恐怖的 好像人到一個年紀就會過世 就會離開身邊的人 讓我覺得生命是很可怕 然後一下下就要分離這樣子 就開始學習禱告 只要不安的時候就 學習禱告 那釋放了之後 其實人的生理識別並不可怕 現在就覺得身邊的人 其實都一直在你身邊 那就好好珍惜當下這樣子 受洗之後也沒特別跟先生說我要去教會 只是跟他講說 欸教會很棒啊 我也帶著小孩一起去 沒想到他自己跟著跟著就來了 現在禮拜六他都會跟我們一起參加晚蟲 父神感謝你 讓我得到很多恩典 不管是家庭還是孩子的教育 都讓我很放心去做我想做的事 然後不再有任何的牽掛 去年就是家裡不平安 然後我生病了 我得乳癌 然後就覺得說感覺家裡不平安 然後我也就是找公廟 辦什麼法會啊那些的 一直要花錢 感覺這是一個無底洞 突然就這樣整個人就好像醒過來 覺得說我為什麼要在這邊糾結 去年的聖誕活動 他們有給我一個滿福寶 就開始照著念念著這樣子去禱告 那感覺心裡好像還蠻寧靜的 最主要是說有一次我開車出安坑隧道的時候 整個是大塞車喔 我本來是在坐最左邊的車道 那因為我那時候心裡一直在想著我同學的女兒 是神的女兒 因為她很優秀 我也想成為神的女兒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一直一直在想著耶穌 我一直在想 我在想我同學的女兒 然後我在想著耶穌 然後就居然可以從最左邊 都完全沒有車就直接向著下交流道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說我真的要回來 可是自己跟自己這樣講 我說真的要回來 因為太多太多的不順 那我感覺說神一直在照顧著我 然後我同學 他對我傳福音傳了十幾年 不離不棄 要不要拉回來 然後就說你來這邊 你來感受一下這邊的氛圍 我來的第一天我就愛上這裡了 就都來這邊參加主日 然後也在這邊受洗 我同學他跟我講 他知道我說我來主日的時候 他好興奮喔 他跟我講說 他說陳美玲你知道嗎 主有跟我講 你今年會受洗 他跟我這樣講 他說主對他說 我今年會受洗 然後你會影響你的假人 我現在改變很多 那是我們去外面的活動 他以前是只要出門 他就開始一直念 一直念 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回家 然後擺個臭臉 可是那天他完全沒有 而且還是幫我背包喔 背一整天喔 幫我拿東西耶 從來沒有過 我感謝他讓我回來 終於讓我讓我就是 我終於回來了 我常常對他們講 我終於回來了 我感謝主對我這麼樣 這麼慈愛的照顧我 我也希望主能夠繼續幫我 讓我我們家 還沒有信主的 跟著我來信主 跟著我來信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